國慶日長周末 大多倫多地區有不少的慶祝活動 重頭戲啊 就是Ashbridge's Bay的煙花會演 吸引了不少民眾觀賞 國慶日天氣很好啊 不少人天還沒黑 就前往Ashbridge's Bay沙灘上面去等待 長達14分鐘的煙花 在晚上10點開始 另外Eatopico的百年紀念公園 約克區的美麗晉公園 還有Stan Wallow公園 都有煙花表演 萬景市更舉辦了嘉年華 那麼邀請了本地歌手跟民眾歡度節日 而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也舉辦了嘉年華活動 除了有音樂 舞蹈表演跟手工攤位之外 還免費送熱狗跟蛋糕 慶祝157週年國慶 另外加拿大華僑華人團體 聯合總會也在星期天 舉辦了國慶季頒獎晚會 政商僑界幾百人出席 場面非常熱鬧 期間除了有歌舞跟武術表演之外 也播放了大會製作的 《加拿大排華法百周年新聞集錦》 回顧早期華裔移民受到的不公平 並且展望加拿大在未來成為更包容的國家 大會也向各界領袖或個人頒發了獎項 表揚他們對華裔社區的貢獻 另外萬景市亞洲文化美食節 在上週五開始一連三天舉行 這個位於Kennedy跟Steals舉行的美食活動 每年都吸引了超過30萬人參加 現場150多個美食攤位 包攬了中國 東南亞 日本跟韓國等 亞洲文化的美食 而特別前來捧場的總理 Justin Trude 還親自下場為民眾發送冰淇淋